其实呢说起这位许荣慎呢 不只是让老爸头疼 让他的长官也是常常伤透脑心 因为许荣慎呢 他是在县政府的地政处 工作已经长达九年了 却因为他的配合度很差 上班时间呢 常常会上演失踪记 或者是临时请假 已经被记两个申戒了 那么长官为了不让他拖累同事呢 都不许他出差 让他留在办公室 工作内容只有列印图资 但是领的却是正式的薪水 被爆出打人事件后 许荣慎立刻请假 作为控者 虽然公文很多 但身为议长的儿子 他在办公室特权可多得很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做那些 我们要求的策畅工作啦 所以就变成说 我必须怕 回来到其他同仁的那些 因为他们可能 要进行当中要有人配合嘛 好像带你来是 是个累赘 没办法帮忙做什么事情 配合度差也不学习 还经常在上班时 上演失踪记 上班失踪还经常在半夜 传简讯给长官 要临时请假 林晨请假 三点 我记得三点 他打给你吗 没有没有 他是传简讯 他说他请假 他真的请了 那后来就不见了 他有说请假原因吗 当然不会讲 实在是同事眼中的头痛人物 别人要出差晒太阳 许荣慎只要坐在办公室 练异图资 领正式员工的 两万八千元薪水 做的却是工读生的 轻松工作 但身为议长的儿子 同事敢怒不敢言 中天新闻机 健身高梦柔 高生报道